发小事的小三劝退师 我借钱给他开工作室 他的第一单生意 却是劝退我 清远 无碍婚姻有什么意义呢 你已经浪费了如烟五年时间 还要缠着他 让他对着你恶心一辈子吗 我被他冠冕堂皇的话气笑 韩保安把他赶出门 结果他转身就带着 所谓的反小三联盟 开着直播打上门来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誓死捍卫恋爱自由 他们一边喊口号 一边在我的公司内打砸 我无比平静地看着他们 直至他们砸累了 才拿出借条 你向我借的一百万 已经逾期半年 再不还钱 我就申请强制执行 另外 科研器材三千七百零二万 必须原价赔偿 否则就法庭见吧 午休时 发小李良来公司找我 清远 我有点工作上的事 要找你谈 他端坐着 表情严肃 我了然 直接拿起手机 却多少钱 李良是学心理学专业 毕业找不到工作 便选择自己创业 我不缺钱 也能理解创业艰辛 能帮就帮一把 毕竟 他是我从小玩到大的的发小 李良的脸上 闪过一丝不自然 不是的 我不是要找你借钱 我威争 那你有什么事 我和他的工作 没有一丝交集 他除了借钱 还能有什么工作上的事 要找我谈 李良深吸了口气 像是拿出 殊死一搏的决心班 对我说 清远 你知道我是做小三 劝退师的 我前几天 接到了一个委托 是 要劝退你的 我猛了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和老婆 从校服走到婚纱 双方家长 朋友全部都很熟悉 我很确定 自己不是小三 他怎么可能 接到劝退我的委托 不是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和如颜结婚三年了 我怎么可能是小三 李良盯着我 表情逐渐变成了公事公办 江清远 你虽然是如颜的老公 但是现在很明显 如颜已经找到别的真爱了 你为什么不放手呢 我不敢置信地望着他 所以你是接了如颜小三的委托 来劝退我这个原配的 小三劝退师 顾名思义 那是要劝退小三的 结果他却接了小三的委托 来劝退我这个原配 我第一次对李良的人品 产生了质疑 李良面色坦然 他点了头 然后正义里然地说 清远 你不要误会 如果是别的小三来劝退原配 我是不可能接的 但你是我朋友 我不能坐视不理 我心乱如麻 伸手去拿手机 我问问如颜 我是不相信如颜大的笨蛋脑袋 会出轨的 他在我家的研究所工作 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在家 根本没有出轨的时间 李良却一把按住我的手机 清远 出轨会承认吗 你问他有什么用 我皱眉 那你的意思是 跟他离婚啊 李良言之凿凿 和这样的渣女 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看着他急切的样子 沉默片刻后说 那你告诉我 他的情夫是谁 李良果断拒绝 不行 我得为委托人保密 我被他气笑了 你既不告诉我 小三是谁 又不让我跟如颜正识 一上来就让我离婚 你觉得这合理吗 李良理所应当地点头 当然 我可是你唯一的朋友 我还能害你不成 我看着他 星沉了下来 以往 只要李良拿出唯一的朋友说事 我总是会无条件答应他的要求 但这不是他拿来强迫我离婚的理由 片刻 我摇头 不行 我不能答应李良盯着我 眼底酝酿起威胁 江青远 我是有很多办法 可以让你主动离婚 甚至近身出户的 但我不想用那些手段对付你 你知道吗 李良的手段我知道 无非就是找一个演员 来勾引被劝退人 拿到亲热的照片或视频证据后 反过来威胁对方 以此达到劝退目的 我真没想到 他竟然会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 我看着这个昔日的发小 无比失望 如果他只是来告诉我 如烟出轨了 那他一定是好心提醒我 但这样不许我求证 就逼我离婚 甚至还不惜 以劝退师的手段威胁我 那真未必是抱了好心思 我不由地想起 曾经我跟如烟谈恋爱时 李良就一直很爱在我耳边 叨叨如烟的不是 如烟穿裙子来接我下班 他说如烟搔手弄姿 不老实 如烟粘着我出去玩 他说如烟极度心重 不懂体谅 如烟让我给他带礼物 他说如烟虚荣心重 一定是拜金女 就连如烟主动向我求婚 也被他说不矜持 一定是吐我们家的钱 我沉默着回忆 心越来越凉 李良见我不吭声 脸上闪过一抹得意 他站起来 直接抓住我的肩膀 走 现在民政局也在午休还没上班 我刚好陪你回家拿证件 然后直接喊如烟来离婚我回过神 一把甩开他的手 不用了 我不可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 就跟如烟离婚的李良错落地看着我 江青月 我这是为你好 他的声音猛地拔高 如烟已经出轨了 他不爱你了 你还死皮赖脸缠着他干什么 李良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争鸣 看起来都不像他了 我想起今早还腻歪了几十句 我爱你的如烟 再对比一下面目扭曲的李良 心里的天平无限偏移 你必须听我的 现在就得去跟如烟离婚 李良嚷嚷着 又一次朝我抓来 我常年泡在实验室里 虽然也会去健身房 但身体素质还是比不上壮如牛的李良 被他捉住后竟一时挣扎不开 但我不慌 直接喊了人 保安匆匆跑进来 把李良拉开 江青月 你竟然让他跟我动手 李良壮似疯癫 饿鬼式地盯着我 我揉着被他扯乱了的衣服 严肃道 我和如烟的家事就不劳你做主了 公司还有事 我就不陪你了说吧 我直接挥手 示意保安把他带走 李良愤愤地盯着我 冷笑道 行 江青月 你别怪我 我以为他只是撂狠话 毕竟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他就算是一时冲动 也不可能针对我怎么样 事实证明 是我高估了我和他的友情 也低估了他的下线 我坐在办公室里 刚喝了口水 还没想好措辞 给如烟打电话 询问具体缘由 秘书带着保安去而复返 还带回来一个坏消息 江总 李先生回来了 还带着那什么 保安面露难色 欲言又止 我皱眉 带什么来了 他们打着横幅 说是 秘书咽了口口水 说 横小三联盟 我一口水喷在桌面上 无比错了 他们就在楼下 拉着横幅 用大喇叭嚷嚷 还开了直播 秘书说着 把一个平板电脑 放到我面前 直播画面里 正中间就是李良 他的身后 是乌样样一群 十来个榜大妖元的壮汉 还有几个 看起来就不好惹的大妈 他们打着横小三联盟的横幅 还很有心机地 露出了我家公司的匾额 我实名举报 羽藤药业的总经理 将清远破坏插足他人感情 镜头里 李良面色愤慨且悲伤 说话却调理清晰 刀刀直戳要害 我是一名小三劝退师 同时也是江清远的好朋友 我是接到了委托人的求助 才知道我的好朋友 竟然是一个插足别人感情的第三者 虽然我和他关系匪浅 但我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不道德行为 这是作为一个小三劝退师的基本素养 就在刚刚 我已经好言劝解过江清远 让他离开那个女人 可他让保安把我扔了出来 拒绝与我沟通直播间很火热 观看人数有一万多 并且还在不停地上涨 是那个本事招牌企业羽藤药业吗 羽藤不是常年奔走在慈善第一线吗 怎么会出了这样一个得行有亏的高管 我就说嘛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怎么可能当总经理 原来是有攀上富婆撑腰了 小三死全家 抵制羽藤药业 我看着飞速刷新的弹幕 头有些疼 李良还真是我的好朋友 知道打我哪最疼 我家公司最近上市在即 根本不能出任何负面新闻 如果因为这点破事导致上市失败 我的罪过可就太大了 直播间里 李良突然抹了抹眼角 话锋一转 清远我知道你舍不得他 但你也要为别人考虑一下 人家好好的感情被你拆散 你这样真的很不好 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机会 只要你及时改正 相信大家是会原谅你的 他生情俱贸 一副全心全意为我考虑 试图劝我迷途知返的好心人模样 我听着他的话 不禁冷笑 他倒是聪明 没敢说自己是过来劝退原配的 就他这几句话 任谁听了不得以为 我才是那个小三 而且 他口口声声说实名举报 怎么一句不提自己的姓名呢 主播别劝了 小三都是没脸没皮 说破嘴也没用 直接进去 砸了羽藤药液 到时候公司就会代替我们惩罚他了 对对对 直接砸公司 让他们知道用小三的下场 弹幕里无数网络判官 在为他摇旗呐喊 李良眼睛明亮 当即表示 好 那我们樊晓三联盟今天就替天行道 说吧 他朝着那群壮汉一挥手 浩浩荡荡闯闯进了公司大门 江总 这可怎么办呢 秘书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 没见过这样的阵仗 有些慌 我冷静道 在公司大群发消息 所有人走安全通道离开 今天带心休假 如果碰到了他们 能躲多远躲多远 别伤到自己就行另外 所有人不要在网上发表言论 这件事我来处理秘书立即应下 埋头发通知 我则盯着直播画面 李良带来的壮汉 真是打砸抢的好手 直接一脚踹开了昆杂 蝗虫似的涌进了公司 他们见什么砸什么 连电梯旁的金钱局盆栽 都被砸碎了花盆 可怜兮兮地躺在地上 幸亏他们没看到员工 不然怕是要有人挨打 上班时间 公司里连个人影都没有 雨腾怕不是个皮包公司吧 对 就这么砸 让小三丢工作 你们行不行啊 倒是检柜的砸啊 踹盆栽干什么 砸他们的电脑 或许是被弹幕鼓励到 那些人行事愈发猖狂 不仅砸了几台工位上的电脑 甚至还来到了实验室门前 李良对着镜头说 我知道 这里是全公司最安全的地方 将清远一定就躲在这里呢 他明明知道我就在办公室里 却还是这样说 摆明了是连我也不想放过了 把门撬开 打死他 小三挨打 天经地义 当小三就别怕挨打 被打死也活该 网络判官们在狂欢 观看人数已经飙升至十万架 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暴力撬开了实验室的门 而后冲进去对着仪器一顿猛砸 幸亏前天实验室搬迁到了新纸 里边只有两台没来得及搬走的仪器 并没有数据资料 我在心中盘算着损失 走出了办公室 你们干什么 那是实验室 里边的仪器价值几千万 不许砸 我不乏匆匆 试图制止他们行凶 江青远 你终于出来了 李良把镜头转向我 脸上得意洋洋 言语却无比卑微 你不要生气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既然我一个人劝阻不了你 那就只能号召网友来 劝你迷途知返了 我瞧着满地狼藉的实验室 还有其中几个 一斗骨囊囊的壮汉 粗梅说道 你们这是恶意损害他人财物 并且我怀疑 你们有盗窃行为 江青远 你就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了 李良一脸痛心疾首的表情 事到如今 你还不明白 你插足别人感情 是在做缺德事吗 我盯着他 一字一顿地说 你是指 我和我那拿着结婚证的老婆 正常生活 是在插足别人的感情 什么 不是打小三吗 这怎么是原配 我刷了很久了 羽藤药业的大少爷 将清远和北大才女如烟的 实验婚礼 你们没见过热搜 让子弹飞一会儿 说不准是将清远婚后 寂寞出轨了呢 李良一直在回避 我是原配的事实 我偏偏就要当众掀开 她的遮羞布 李良 我当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创业我借你一百万 结果你反过来 就自称是有小三向你求助 要劝退我这个原配 我先不谈小三劝退室的形式中 是否有打法律擦边球的成分在 单就帮小三劝退原配这件事而言 你真的有职业道德吗 我上过的谈判桌 比李良买过的衣服都多 真论嘴皮子 十个他也比不过我 果然 谁占上风 就帮谁的网络判官们 瞬间导向我 帮小三 卧槽你也不恶心啊 你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逼原配让位 这么熟练 以前自己也干过 比小三更恶心的 就是帮小三洗地的人 不接受反驳 但我也低估了李良 他这段时间在外边混 也没少长本事 短暂的愣神后 李良便又挺直了腰板 江清远 我已经反复劝过你许多次了 与人出轨了就不能要 这种事有一次就有一百次而起 你明明自己有公司 还不允许如烟进公司 逼着他自己去干 又苦又累的工作 还低价收购如烟的研究 你口口声声说爱如烟 那你就没为他考虑过 你让如烟为了追上你付出 你却坐享其成当老总 你这是抹杀如烟的个人价值 我微争 如烟确实还在实验室 但那是因为我和他都知道 我们的公司有如烟一半的股份 但如烟喜欢搞研究 不喜欢抛头露面 我和家里都大力支持如烟 活出自己 这事也能拿出来说 我知道网上的某些圈子最会打拳 说看不起女性的能力 又要女性付出 各种不平等 想通后 我索性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直接说 我也与你说过许多次了 我和如烟感情很好 我需要一些时间来验证 他是否出轨 而你却既不让我向如烟求证 也不告知我那个委托你的小三是谁 一味地拉我去跟如烟离婚 你觉得这合理吗 李良耿着脖子 理直气壮地说 我已经向委托人反复求证过了 他和如烟是青梅竹马 二人本就感情深厚 是你横插一脚才抢走了他的婚姻 不被爱的人就是小三 是你仗势欺人剥夺了他们的爱情 文言 我微微皱眉 如烟有小竹马 我怎么不知道 李良看我面露疑惑 又一次得意洋洋地扬起了下巴 大哥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沉默中 一道熟悉的呐喊 传入我的耳朵 如烟还穿着白大褂 一路狂奔 头发都有些乱了 满头薄汗 他急吼吼地冲过来 直接挡在了我面前 老公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乌人清白 我小时候有自闭症 都没跟男生说过话 哪来的竹马 我老公有钱有盐 还高知分子 全天下第一号 我瞎了眼 才去出轨找小三 他对着镜头吼完 又转头看向我 可怜巴巴的眼神 像要被抛弃的小狗狗 老公 你是了解我的 我白天都在实验室 还得轻轻老公送我上班才行 晚上我暗时下班 早早回家给你暖被窝 我既没有贼心 也没有贼胆 老公我的手机随便你查 你找警察查我行程都行 我有实验室全天候的监控录像作证 我从来都没有跟其他男的交往过命 他诽谤我 我要告他诽谤了 如言像个粘人的小猫 痴缠着我不撒手 把我好不容易营造出的 剑拔弩张气氛都破坏了 我抬手弹了下他的头 看着呆若木鸡的李良说 我老婆是否出轨 不劳你费心 这一点我会尽快调查清楚 现在我扫了一眼实验室的狼藉 又掏出了一张欠条 你向我借的一百万已经逾期半年 再不还钱我就申请强制执行 另外科研器材总价三千七百零二万 必须原价赔偿李良的脸瞬间惨白 他张了张嘴 无力地说出那句老生长谈 江清月 我可是你唯一的朋友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明知道我没有钱 砸得起 赔不起嘛 我冷笑 无所谓 反正我已经报警了 那一切就等警察来评判吧 一听说我报了警 李良的脸色更差 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转身就想跑 然而下一秒 他迎面撞上来赶来的警察 警察在看过我提供的监控录像后 也震惊了一会儿 就算是真的小三 也没有打砸人家公司贵重财物的道理 你们这是违法犯罪 李良还想挣扎 低下嗓子说 警察 我和江清月是好朋友 这就是我们之间闹着玩的 就不麻烦你们了 警察侧头看向我 我直言道 我不会出具谅解书 更不同意私下和解 如果李良只是被那个所谓的竹马骗了 那我或许会看在多年情分上放过他 但他直接在我家公司门前闹事 还打砸实验室 这就是奔着用舆论淹死我来的 那就不能怪我追究到底了 他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 以德抱怨 何以报德 再说 如果这件事没有警方介入 没有强有力的声音来平息舆论 那我家公司上市定然会泡汤 宇腾是我家三代人的心血 我不能让他毁在我的手里 江清月 你想好再说 我可是你唯一的朋友 李良怒吼出声 伸手就要抓我 我护住身后的如烟 生怕他伤到他 我揉了揉耳朵 说道 李良 这几个字你说的次数太多了 我已经脱名免疫了朋友二字何其中 绝不是用来威胁的 警察把行凶的李良和壮汉大妈们全部带走 我和如烟也被要求去做笔录 去警局的路上 如烟还在喋喋不休地缠着我自证清白 听得前座开车的警察同志 鸡皮疙瘩掉了满地 而那几个人 人还没到警局就撂案了 他们自称是李良花钱请来的演员 根本就不是什么反小三联盟的成员 每人每天一百块钱 警察同志 我是被教唆的啊 是他说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小三 我们是去伸张正义的 你抓了他就别抓我了吧 壮汉们都没了在我家公司打砸的气势 一个个耸得要死 警察当然不会因为他们是被请来的就忽略他们行凶的事实 不过因为是雇佣来的 财务损失倒是不用他们赔偿了 但警察从他们身上搜到了不少公司员工的个人物品 加上监控视频作证 坐实了他们的盗窃罪 这些人将面对一年至五年不等的刑期 公司财务很快就清点好损失 除了实验室里的仪器 那些电脑 桌椅 还有金钱局加起来共计五十二万八千 而我 也递出了法务火速拟好的诉讼状 李良直播造谣污蔑我 观看人数峰值二十八万 对我的个人形象 宇腾药业公司形象造成了巨大损失 我要求他和他的小三委托人向宇腾药业 接我本人道歉 并赔偿我的损失 我的要求合情合理 警察同意了 并以警方的身份要求李良提供委托人信息 面对警察的质问 李良眸光躲闪 支支吾吾不肯开口 我 我 我得为我的委托人保密 他还是这句话 在刑事案件面前 警察可不会容忍他这种包庇行为 直接去他的工作室调查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李良亚根儿就没有接到任何委托 那个所谓的小三委托人是他杜撰的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 如蒙雷击 我一直都没有怀疑过这个委托人的存在 结果竟然是这 如烟倒是很开心 他拉着我的手 开心的眼睛都眯起来了 我的清白算是分明了 我看着面红耳赤的李良 声音满是惊诧 李良 你 为什么 为什么编出来这样一场闹剧 是为了逼我离婚 还是有对家公司 想要依次手段来阻碍宇腾的发展 李良猛地抬头瞪向我 眼中萦绕着浓郁的恨意 为什么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 当初明明是我先看中的如烟 要不是你横插一脚 他喜欢的就应该是我 我错愕地看着他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说什么 你喜欢如烟 如烟跟我是同班同学 他从军训开始就屁颠屁颠地跟着我了 而李良不是北大的 他还是通过我跟如烟认识的 这个先来后到 怎么着都不会有错啊 但很快 我就理清楚了这么多年来很多个疑问 难怪李良一直爱跟我说如烟的各种坏话 难怪他会大闹如烟向我求婚的现场 原来他才是那个小三啊 想明白了 我的念头也通达了 说不难过是假的 毕竟多年朋友 闹成这样真的很难看 但同时我也很庆幸 幸亏李良脑子不好使 选择的是这种一戳就破的手段 如果他憋着其他更恶毒的坏心思 说不准我就要着了道 你明明已经有了很多东西了 为什么还要跟我抢 李良壮似癫狂 正开警察的手扑上来就要打我 我的哭包老婆再一次把我挡在身后 并指挥保安抓住了李良的手腕 制止了她的暴行 李良微微一震 然后扬起巴掌就朝如烟打去 你这个贱女人 你招惹了我又为什么去喜欢她 你喜欢的人明明就应该是我猜对 如烟 我恨你 你 你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警察眼急手快地抓住了她另一个手腕 没让巴掌落到如烟脸上 如烟一脸地铁老人表情包 求助式地看向警察 很有女的地说 警察同志能把她拉走吗 她一副自己被占了便宜的可怜样 警察被她闹得情绪都不连贯了 赶紧伸手把李良拽走 李良疯狂地扭动身体 毒蛇式的眼睛阴侧侧地盯着我 我无声地叹了口气 拉过爵士委去包如烟 对警察说 接下来的诉讼我会委托律师出面 如果有什么需要 请您随时打我的电话顿了顿 我盯着李良的眼睛 又一次强调 我不接受和解不和解和不喜欢一样 都是能直接扎进李良心窝子的话 李良听我这样强调 愈发疯狂 挣扎间还抓破了警察的脸 我对警察说 您想告他袭警的话 我可以当证人如烟跃跃欲试 比我更积极 我也可以 李良含泪看向如烟 一副被抛弃背叛的表情 如烟打了个寒颤 扭身钻进了我的怀里 快走快走 老公 我感觉我不干净了 这件事对如烟的伤害似乎比我更大 他像应激的小猫似的 整天围着我转优喵喵叫 差点笑死我 我一边忙工作 一边还得哄他 感觉提前报了闺女 因为证据确凿 李良的判决很快就下来了 除了经济赔偿之外 他还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 出乎我的意料 他的个人资产清算拍卖后 竟然真的够支付公司的赔偿款 他父母去世的早 家中几套房子都被他继承 前两年拆迁 他拿了大笔拆迁款 我一想到他说自己创业 朝我哭穷借钱时的画面 就忍不住犯恶性 我在警方判决结果出来后 就立即让公司的宣传部发声明 如烟当时正在我办公室里腻歪 见状毛遂自荐 接了这个活 于是 雨腾药业的官方声明就变成了 本人如烟 再三声明 我没有竹马 没有男神 没有任何理由请小三劝退师 我老公天下第一好 我现在恶毒工作我很喜欢 我爱这份工作 别在背后区区无男人 都不要来诽谤我啊 网友们对这位昔日的北大才女的评价 也很统一 啊对对对 知道你是恋爱脑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 如烟对他们的夸奖相当满意 差点原地起飞 他嘚瑟了三天 然后便又一股脑回到实验室去 上市再急 干活去落 再次见到李良 已经是十二年后了 彼时 我正在迪士尼门口 看着我家俩祖宗争宠 妈妈 你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 请不要跟我抢爸爸 小子 你以后也会有自己的老婆 你应该学着你爸爸 是怎么对他老婆的 爸爸 你的老婆太幼稚了 老公 你儿子真的欠揍了 针对此种几乎每天上演三遍的大戏 我早有处理心得 我指了指不远处的冰淇淋店 想吃冰淇淋吗 当即 一大一小都不烦我了 卯足了劲冲向冰淇淋店 我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 眼中竟是幸福地笑 正这时 一个身形勾搂的老头 凑到我儿子身边 把手里的破碗递到他的面前 小孩 帮帮我把我儿子跟他妈一样鬼惊 见状直接后撤三步 冲进如烟的怀里 他一本正经地说 妈妈说 没有大人会向小孩子求助 你是不是想把我买到绵北去 如烟平时跟儿子争 那是在家里 一察觉到有危险 他立刻把小崽子拎到怀里 无比戒备地盯着老头 你是什么人 想做什么 如烟这些年 样貌变化不大 反而越长越年轻 声音更是一如往昔 老头听到他的声音后 如遭雷击 他颤微微抬头 看到如烟后 眼睛瞬间就红了 如烟倒是没认出他来 只觉得这人很奇怪 他当即抱着儿子 冲到我身边 我赶紧起身 把他们娘俩 不护在怀里 那个老头的眼神 随着他的行动转动 最后面嘲笑我 我看着头发花白打结 脸上布满皱纹的老头 愣了一会儿后 有些不确定地 喊出了声 李良 对面那人 虽然看起来年近六十 但眉眼间 可不就是李良的模样 他像是被我一声 喊回了神 他先看看我 又看看儿子 浑浊的眼中 忽然闪过一抹胸光 我直觉不对 赶紧抓了一把如烟 李良也不知道 哪来的力气 竟然三步并坐 两步冲向我们 伸手就要从如烟怀里 抢我的儿子 如烟连一丝犹豫都没有 抬脚就踹在了他的下身 李良灯时 像一只煮熟的虾 拳起了身子 我也顺时一脚出去 踢在了他的肩膀 他瞬间被踹出去 三米远 拳着身子在地上呻吟 我联想到 刚刚李良找儿子 乞讨的情形 生怕李良还有同伙 当即扬声喊道 有人抢孩子 他是人贩子 迪士尼最不缺的 就是孩子和家长 我的话一出口 所有家长 瞬间报警了自己的小孩 警察也火速赶来 把挣扎着想跑的李良 按在了地上 其实我只是心里 有一丝怀疑 结果李良真的没有辜负我 他在监狱里 跟一伙人贩子 搭上了关系 出来之后 既没有亲朋 也没有财产 就跟着入了火 他们在迪士尼门口行凶 一是因为这里的孩子最多 二是因为热闹的地方 很容易灯下黑 没想到第一次行动 就被我喊破了 李良刚出来三个月 就又进去了 这一次 等待他的刑期是三十年 也不知道 他能否活着离开监狱 不过 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全文完